HELLO 大家好我是元祺 今天這支影片的前半段是Procreate的超快速入門 如果你剛買了iPad或是剛安裝好你的Procreate 就可以看一下前面的影片 大概了解一下Procreate的介面長什麼樣子 可以怎麼使用有哪些主要的功能 那影片的後半段是一些Procreate我覺得很實用的功能分享 如果你已經使用Procreate一段時間了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些你沒有用過或是沒有發現過的隱藏功能 那我們就一起開始吧 首先如果你是第一次打開Procreate 點進來之後這邊應該會有一些內建的範例影片 直接按右上方的加 這邊有一些內建的畫布規格 像我自己就蠻常用方形這個規格來畫一些IG的貼文 如果你要自己設定尺寸的話 就是按下黑色的加 點進來這邊可以設定你要的寬度高度 然後可以改變不同的單位 也可以設定DPI解析度 那這邊會告訴你在這個尺寸跟解析度的條件下 你的iPad可以畫到多少個圖層 那可能每一台iPad或是每個人的Procreate 可能會有點不一樣 顏色配置這邊可以選擇你要畫RGB或是CMYK 如果要印刷就直接設定CMYK 沒有的話可以先用RGB 另外這邊縮時設定跟畫布屬性 我都是用它原本預設的 就沒有去做過更動 好了之後按下建立就新增了一個畫布 這邊就是畫圖的介面 在右上方這個筆的圖案按下去就是筆刷庫 那它內建已經有非常豐富的筆刷 可以每一個都自己去試試看 那如果有適到覺得不錯的筆刷 可以把它複製 然後在筆刷庫的左邊這裡按一下加 你就可以把你複製的筆刷按折 拖到新增的組合裡面 像我自己就把一些常用的筆刷放在一起 這樣在找筆刷的時候會比較快一點 再這個是塗抹 這個是橡皮茶 點開之後的筆刷庫都是一樣的 再來這邊是圖層的選項 這邊在你已經有畫東西的圖層 右邊可以把它打開或是關掉 這個N按下去可以調整透明度 或是圖層的屬性 點一下圖層左邊這裡也會跳出更多的選項 如果要新增圖層就會按一下右上方的加 然後複製的話就是把它往左畫一下 這邊可以選擇複製或是刪除 那如果有至少兩個圖層的時候 再點一下左邊 它就會挑出一些更多的選項 像是你可以設定剪裁遮罩 或是參照 如果要把多個圖層設定為群組 就是把它往右畫一下 然後按一下群組 那目前Procreate是不能把群組直接解散的 如果你要解散的話就是要比較麻煩一點 再把裡面的群組選曲起來 然後拖到外面來 再把這個空白群組刪掉 如果要合併塗層的話 只要把它們捏起來 這樣子就可以了 或是在有群組的狀態下 按一下群組扁平畫 就可以把群組裡面的塗層都合併起來 在最右邊這個是調色盤 就可以去選擇你要用的顏色 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習慣去選擇要用的調色盤的樣式 那我自己平常用的就是經典的這個調色盤 那在左邊這邊呢 你可以調整筆刷的大小 以及它的透明度 如果你是用Apple Pencil的人 可以試試看把筆直著拿 跟斜著拿畫出來的效果會不太一樣 在中間這個框框按下去之後 就可以吸取顏色 如果你要調整圖案的位置或是大小 就是按一下這個鼠標的圖示 這邊就可以調整大小位置 你可以試試看它其他的調整功能 這個是選取 就可以選取你要的範圍 你可以在這個範圍裡面去畫顏色 或是可以用三指往下滑一下 這邊你可以選擇把它剪下或是複製等等 再來這個魔術棒按下去是調整 這邊有一些像是調整色相 飽和度或是調整模糊的功能 也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那如果你畫圖需要用到參考線的話 就可以按一下操作畫布 然後在繪圖參考線這邊把它打開 這邊有不同的參考線樣式可以做選擇 輔助繪圖這個打開之後 就是你畫的線條會跟著參考線去走 你可以在圖層這邊把繪圖輔助關掉 就可以自由的畫出線條了 另外這邊還有一個頁面輔助 就是像如果你要畫漫畫 或是一些一系列的作品的時候 按下頁面輔助 那下面這邊可以點新頁面 它就會變成一個新的空白的圖 那點開圖層就會發現它一個頁面就是一個圖層 如果你把圖層這邊設定一個群組的話 就會是一個群組就是一個頁面 那這個功能就是當你在畫圖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快速的切換去看不同的頁面 如果沒有用這個頁面輔助的話 就會變成你要去把圖層都關掉再打開 才可以看到你那個頁面的圖案長什麼樣子 另外Program也有動畫輔助的功能 點下去之後它的介面跟頁面輔助有點像 就是按右下方這邊就是添加銀格 那一樣就是在圖層這邊它會變成一個新的圖層 在這邊畫好圖案之後按添加銀格 你會看到前面的畫好的圖案變成半透明的樣子 在這邊你可以設定你要的不透明度 這樣子就是可以方便你參照著前一格的圖案去畫連續的動作 這邊也可以設定你的影片播放速度 那當你的作品畫好之後呢 就按下操作這邊點一下分享 你可以選擇分享靜態的圖片檔案 按下去之後就可以快速的儲存到iPad 或是直接用AirDrop傳到你的手機或是電腦裡面 那如果你要畫的是要印刷的檔案 可以選擇輸出PDF檔 那就可以直接拿去做印刷 那用PSD檔的話就是會變成Photoshop 可以打開的檔案 就可以在進到電腦裡面用Photoshop去做一些調整 那像我們現在畫的這個是動畫的檔案 就可以按下面分享成動畫MP4或是動畫GIS檔 那這邊一樣就是匯述到你的iPad 或是可以用AirDrop傳到其他地方去 那在操作的影片這邊按下去之後有一個縮時重播 這邊就是Procreate會自動幫你記錄你的畫圖過程 這邊有一個記錄你可以選擇把它打開或是關掉 然後按會出的話就可以把那個縮時影片存取出來 在偏向設定這邊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些自己喜歡的設定 在手勢控制這邊呢就是可以去設定一些像是兩指點一下 大家三指點一下或是三指往下滑分別會是什麼樣的功能 那有一個我會把它打開的就是這個禁用按鍵行動 意思就是當你的手碰到螢幕的時候只會有手勢的功能不會有畫筆 像這個如果把它關掉的話就可以用手指頭直接畫 那打開之後呢手指頭就沒有辦法畫出來只能用筆畫 因為我們有時候畫圖的時候會這樣靠著 那就可以避免你靠著的時候去畫出一些你不需要的東西出來 好的以上這邊就是Procreate的快速入門 看完之後就趕快打開你的Procreate來畫一張圖片試試看吧 接下來我要分享的是一些Procreate裡面我覺得很實用的功能 那這些功能呢可能可以提升你畫圖的效率或是讓一些原本有點麻煩的步驟變得比較輕鬆一點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參照的功能 那在Procreate裡面參照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在畫布這邊你可以點一下參照 像他跳的是畫布就是你的畫布的預覽 有時候在畫細節的時候我們會把畫布放得很大 那這個小畫面呢就可以幫助你看一下現在整張圖完整的樣子長怎樣 那另外這裡有一個圖像按下去之後可以匯入你的iPad裡面的一些圖片 那在這邊你就可以看著匯入的圖片去畫圖 那另外一個參照的功能呢是在圖層的地方 我們先畫一個線稿出來 那這個線稿記得你的每一條線條都要完整的接在一起 不能留這種空隙如果有空隙的話那個參照就沒有辦法使用了 沒有辦法接好 再來新增一個要上色的圖層把它拖到下面 在線稿圖層這邊點一下這裡有一個參照 點下去之後就可以快速的上色 我們只要把顏色拖過來 在框框的範圍內就可以馬上填滿它的顏色 然後筆按著不要放開 左右去拉可以調整填色的零介質 如果你畫的是一些線條比較粗的這種風格 這樣上色就會變得很快速很方便 下一個要介紹的是在動畫輔助的影格選項這邊 可以設定定格時長 以前沒有這個功能的時候 如果你要讓其中一格停留比較長的時間 就要在那邊一直複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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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看它什麼時候可以達到你要的效果 那現在只要在下面點下去去調整定格時長 就可以去設定你某幾格要停留多長的時間 在動畫這邊的話 連續的線稿之後就要開始來上色了 那在上色的時候我們可以按一下 加新增一個空白畫布 然後要把它跟線稿變成群組 這樣它們才會是同一個影格 那這個時候只要按住新增的畫布 再把它放到線稿的圖層上面 它們就會自動變群組了 就是可以用在兩個線區起來按群組 這樣子就可以更快速的設定群組 那在上色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移動下面的影格 然後到你要畫的那個影格的時候 筆直接點一下 它就會問你要畫在哪一個圖層上面 就不用每次都把圖層的頁面那邊點開 再來我們畫好底色之後 要幫它加一些花紋 之前有介紹過剪裁剪照 或是阿爾法鎖定的用法 那我們這邊全部都用阿爾法鎖定來畫花紋 那這邊按一下圖層 左邊可以設定阿爾法鎖定 或是直接用兩根手指頭 把圖層往右畫一下 一樣可以設定這個阿爾法鎖定 像這樣一次要畫很多格的時候 就會更有效率一點 再來我們這個檔案裡面有一些圖案嘛 如果想要把這個畫布的某些圖案 拖移到另外一個畫布的話 可以把這些圖層選去起來 或是直接選去一個群組 把它按著拖出來 然後不要放開另外一隻手 點一下 點到你要放的檔案裡面再放開 這樣子就可以快速的把圖層拖移到另外一個檔案 但是我之前有試過 例如要拖這個像水彩紙的效果 它的圖層很多 我試一下 拖過來的時候就會跑不太出來 然後實際拖到的圖層沒有那麼多個 所以如果只有兩三個圖層要移動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方式快速的把圖層拖到另外一個檔案 下一個要介紹的是在調色板這邊 如果按下右上方的加會有一個可以選擇來自相機 或是來自檔案或是來自照片的調色板 那按下去之後呢 就可以選擇iPad裡面的照片 然後它會自動去抓取照片裡面的顏色 平常就可以拍下一些你覺得顏色很漂亮的照片 然後把它匯入到iPad的調色板裡面 這樣就可以自動獲得一個配色的組合 那以上就是特別一些我覺得很實用的功能分享 希望這些小技巧可以幫助你畫圖的時候 更有效率 然後更開心的一起來畫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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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